随着后疫情时代来临 高雄的旅游市场 无论是在住房率还是游客人次上 都有慢慢增温 那我们相信说会随着就是 国门的开放 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高雄 来做观光来消费 让这个市场能够更火弱 观光局也紧抓翼后商机 从9月开始推出团客旅游补助 不但受到热烈回响 也为高雄的旅游产业带来相当大的注意 那自从我们接受团体旅游补助开始以后 那旅行社他们申请补助的一个情况 是越来越踊跃 那现在的团数已经超过100团了 那人数也大概有3000多人 那这些人数可以来高雄来消费来观光 然后为我们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帮助 为了持续扩散效益 观光局近日宣布将延长计划到明年的4月30号 旅行社只要组成15人以上团体到高雄游玩两天一夜以上 并在合法的旅游业住宿就能申请补助住宿费 我们团体旅游补助的部分 针对礼拜五跟礼拜六的部分 还有国庭假日的部分 我们一团是补助4000元 那针对平日的部分 其他平日的部分 我们一团是补助5000元 那目前我们是因为旅行的业者反应都很不错 所以我们特地把这个期限延长到4月30号 随着民众渐渐习惯与疫情共存的生活 加上政府不断举办活动以及推出各式补助 都让过去受到疫情重创的高雄旅游产业景况慢慢复苏 记者黄冠维 苏玉文 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限延长到4月30号